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我要來向大家介紹這兩本書 第一本是《西遊記妖界大地圖》 第二本是《風神榜神界大地圖》 這兩本書的主要登場人物是 妖怪小鑽風和游游仙觀 第一本《西遊記》它的故事主要是在講說 因為小鑽風很崇拜七天大聖 所以游游仙觀就帶他去《西遊記》裡面 重要事件發生的地點去那邊玩耍 這裡面主要分為了三大篇章 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是這裡 因為南天門是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所以很多西方世界的神仙都跑來這裡朝聖 這裡面還有雷神索火跟愛神丘比特 非常的有趣 人間妖怪法寶多 裡面當初火焰山會有那麼大的火焰 都是因為那時候孫悟空被關在八卦爐裡面 他後來逃出來很生氣就把八卦爐踢下來 導致火焰山整個都著火了 你看這邊最下面的景樓 感覺就很姑娘 姑...姑慘 悲慘 很可憐 然後這邊還有講到說 有一個河龍王 他因為觸犯天條 所以被處罰 在前面那個天公神仙真忙碌裡面有講到 站妖台這裡面的彎龍台 剛說那個河龍王就在這裡被處罰 我從這邊可以知道 神仙原來上班也是要打卡的 我還知道了 天河原來是南天門這邊的打卡景點 而且天河裡面還有很多種奇怪的生物 像這些看來非常的奇特 想到小溪天 感覺就像米歇音餐廳一樣 讓我想要去吃 真的很好看 我介紹第二本 封神榜神界大地圖 裡面也是分為三大篇章 蜻蜓也要照星人 這篇裡面也有個地方很好笑 就是這裡 它感覺像噴出鼻血一樣 超好笑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介紹說 為什麼打擊會那麼壞 都是因為有狐狸精附在他身上 那個周文王西伯侯 他去尋找江子雅的路程 他還找不到人 這邊很好笑 他詢問說你們誰是賢人 然後他說我們都是賢人 然後慘教的教主分別支持不同的人 結教的教主通天教主 他們支持商咒王 慘教的教主原始天尊 他們支持周文王 裡面還有講到說 商朝的首都是曹哥 超能英雄來相聚 看裡面有講到 商咒王還有還做了酒池跟肉林 就是一隻揮火 就是昏庸 然後裡面還有講說 周文王尋找江子雅的路程 有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還要講說 國渣多麼的愛惹事 把那個東海龍王的兒子來咒死 然後還拿那個聖天劍跟乾坤公 把石濟娘娘的一個徒弟直接射死 他們封神他們的時候打神仙 結教的慘教他們在打架 結教那邊有各個很強的人 但後來都被殘教派來的江子雅全部打敗 然後把這些人封為在天庭上班 然後這兩本書都很貼心 像是第一本西遊記邀界大地圖裡面 他在最後的時候還有 稀有知識小學生地名 依照小專風他們遊歷 先後順序排列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精雜 警雜跟盡雜 分別這個關一口要給的誰 然後封神堂裡面 則是兩個叫的超級法寶 還有神仙的超酷坐騎 以上是我的介紹 謝謝觀看 謝謝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